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三讲 保罗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三章 保罗以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就是叫做卡塔雷婆 来描述他留在雅典 这个字可用来指离开 比如说 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 一个人结婚了以后 必须要离开他的父母 也常用来指的是死亡 那么他表达着一种寂寞的心情 这里更加上了独自 来强调这一种的感受 他实在是以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 来和提摩泰道别 虽然他知道提摩泰的离去是必要的 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失落了 而且是单独的面对雅典 那一些拜偶像的异教徒 还有满腹经伦的哲学家 按照《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记载 保罗在雅典等候提摩泰和希腊的时候 他看到满城都是拜偶像 心里面非常的焦急 他就和会堂那一些敬前的犹太人 以及每一天在市面上遇见的人 跟他们辩论 向他们传讲耶稣复活的道理 结果在雅典也有带领一些人来信主 那么一个人当他在做开方步道的工人的时候 他必须有保罗这样的精神 自己应该经常找机会来做工 而不是等机会来了才要去做工的 那么拆派提摩泰的目的 是为了要兼顾他们 并且在你们所信的道上来劝慰你们 兼顾在早期的教会当中 似乎是一个专门的用语 新约当中有一再提到 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光有悔改仍然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持守下去 在信心当中被兼利和兼顾 那么他强调是在激励 还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动摇 患难是指贴沙罗尼加的信徒 他们所遭遇到的反对 还有被迫害 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灾难 因为这些事促成了神的计划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摇动呢 原文是指摇摆的尾巴 用来指巴结奉承或者勾引等等 这个地方含有信徒被人诱惑 远离真道的意思 当一个信徒受到迫害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苦恼的 有可能会误以为他所信的神不真实 以至于他的信心动摇了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基督徒命定要受苦难的 换一句话来说 患难是神所指定 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分 为着要成就他的旨意 他将我们放在患难的境遇当中 只有信心不坚固的人 才会被患难所动摇 而那些信心坚固的人 反而会将患难当作一种变相的祝福 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 那诱惑人的 或者说那试探人的 这个是特别指的是撒旦 他是邪灵之手 他挑唆人去犯罪 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 并且伤害人的身体跟灵魂 撒旦是最先来诱惑夏娃 后来也曾经试探主耶稣 还有主的门徒 但是这个撒旦 他已经被主所击败了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所说的 他最后的结局 乃是要被扔在火壶里面 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说的 因此今天我们信徒 因此都不用怕他了 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土壤 撒旦试探信徒的目的 是要拦阻并且破坏神的执事 所完成的福音工作 让他归于土壤 但是撒旦他首要的攻击焦点 乃是基督徒的信心 他会用一切的心机来削弱 我们对神的信心 基督徒一旦失去了信心 就会对主冷淡 更不用谈到追求灵命的长进了 我们看到保罗的著作里头 这三件事情 信心爱心盼望信妄爱 是经常保罗所提到的 可是在这里的第六节 却漏掉了盼望 解经家就认为 很可能由于他们当中有人死了 对于等候主再来 有了一个错误的看法与态度 因此保罗不再称赞 他们有那个盼望的心态 在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 针对这一个错误的看法 他就有所来指证 那么又说 你们常常纪念我们 这个是提摩泰 当他访问以后回来了 所带来给他的第二个好消息 这里面就可以看见 保罗为着不同的教会 他所下的功夫是很深的 因此提摩泰带回来的是一个好消息 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忘记 没有弃绝 保罗所传给他们的这些教训了 我们在神的面前 因着你们盛世喜乐 为了这一切喜乐 可以用何等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 那么这一切喜乐 那么这一切喜乐 是指因着信徒 也就是帖撒罗尼加教会 有的喜乐 那么何等的感谢是什么呢 感谢的情 没有办法用笔墨来加以形容的 那么为你们要来报答神 是指着帖撒罗尼加的信徒 他们的表现 完全归功于神 在他们中间的工作 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帖撒罗尼加的教会 他们或许也受到逼迫 这些信徒也有很多的困难 患难等等 可是这里面说 这一切的喜乐 包括了他们所面对的 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患难 许多的逼迫等等 这一切加起来 叫做这一切的喜乐 而不是说他保罗在那里的工作成果 而来感谢神 不是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保罗他在这里 他所下的功夫 是何等的深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这个补满是完全的意思 你们信心 注意在这里头 是整个经文里头 保罗第五次提到他们的信心 那么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 是不足 不足的意思是说 欠缺了东西 帖撒罗尼加的信徒 在主里头 仍然是幼稚的 他们新得到的这个信心 仍然有一些缺乏 后来我们看到 在这一章的后面半段 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三节 是保罗的祷告 在书信里头 保罗经常会突然间中断 来发出一个祷告的信息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所做的 对这个教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保罗用强调的语气来代名词 你们可能表示他特别看重 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 他们的奸人 就某种的意义来说 他们是个试炼的实力 要成功的在别的地方宣传福音 完全就要看他们在身为神大能的活的见证之上 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 当然保罗的意思是说 许多方面他们得利于 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 注意保罗相信他们会继续的下去 重要的是他们要靠主站立的稳 他们跟基督之间有正确的关系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站立的 肢体的关系密切与否 并不受时空的限制 因为借着祷告 我们可以和其他圣徒彼此有来往有相通 不过直接的交通勉励还是不可缺少的 求主教导我们懂得建立主内深厚的友谊 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如果我们充满神的爱 这个爱就会影响其他的人 单单对人友善是不足够的 我们更要主动的还有很久的去爱别人 我们的爱要不断的增长的 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心理坚固成为一个圣洁 跟第二章第四节一样 心里头不单是指人性当中感情的一方面 它的含义极广 包括了人性当中整个内在的状态 思想感情还有意志 它代表了全人格 保罗的意思是说 只有以丰富的爱作为基础 我们整个人才能够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面 自我中心的人大多会具有脆弱 还有不安的个性 但是任何人只要学会 以整个心去爱主他的神 并且爱灵色如同爱自己 那么他的生命就会有了稳固的根基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